再来关心竹北前天发生严重的气暴事故 造成一名16岁的少年 全身有9成严重烧伤 另外5人是轻伤 那时候副县长陈建贤他有到现场 大家也就说奇怪 那县长杨文科跑去哪里 那陈建贤就说杨文科因为确诊 没有办法到场 后来就被发现杨文科是在日本 然后县府就赶紧改口就说 他另有行程 金黄显然是陈建贤说谎 新竹县府说谎 后来因为我们看到 这个照片出来了 杨文科在日本 跟大家吃烧肉 喝酒的照片出现了 所以现在新竹县民整个炸锅了吗 对 而且要告诉大家 我觉得这些地方政府 你也不要一出事的时候 虽然你人在国外度假 但是你也不要讲了一副 好像就是拿其他说谎的理由来搪塞 这个行为只会让大家看了觉得更生气而已 为什么这样讲 这是竹北发生气暴的事情 其实坦白说很多竹北人 以我所知道他们是很紧张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对于竹北来讲 它是个重化区 房价很高 那很多的新竹人 其实是在竹北这个地方 那所得也很高 结果你知道这是瓦斯管线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就发生气暴的状况 所以里面有很多的受害者 那当然大家第一时间会怎样 会想要找说 瓦斯公司要出来面对 那县长也要出来面对 那为什么瓦斯公司要出来面对 县长也要出来面对呢 因为瓦斯公司的董事长就是县长 这样子 是啊 董事长就是县长 对啊 瓦斯公司的董事长就是县长 所以第一时间还有人要帮杨文科讲话说 哎呀 这跟官县长什么事 难道这个瓦斯管线是县长 是县长埋的吗 对 还真的是 因为新竹县瓦斯公司的董事长 就是新竹县的县长 这样哦 是 所以还有网友那时候要帮他洗白的时候 马上就被他打脸了嘛 确实董事长跟县长就是同一个人 好不好 瓦斯管线的埋设确实就跟他有关系 所以这个调查原因 当然要谁来查清楚 当然县长要负责 来把他查清楚 讲清楚嘛 那为什么这样讲 你知道新竹县的竹北 它是一个房价很高 而且重划区入住的这个住户数值也很高的地方 可是很明显这几年看起来呢 他的公共建设条件远追不上他的房价 在竹北可以发生天坑 车子会突然掉到那个地面下面去 路会突然单攀邦 然后现在是看到瓦斯管线还会突然直接爆炸 它这个气候是大规模的哦 是 你看这炸的范围有多大 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 出事了 你县政府就要好好出来面对事情 把事情解决清楚 请告诉这些新竹人 竹北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为什么竹北房价炒得这么高 但是看来公共建设条件却是连环爆的状况 那为什么要说谎 为什么说县长 什么确诊 这个才是 如果说确诊好 那 这个是最夸张的 因为呢 这张照片其实先爆出来 这张照片爆出来的时候呢 哇 大家发现说 你杨文科现在在日本 你看 这就是在日本的餐厅里面吃吃喝喝在聚餐嘛 那还有其他照片是他在日本这个打小白球 打高的覆球的状况嘛 那这些照片出来 坦白说呢 你知道这个对新竹县政府来讲 对这件事情的说法呢 一改再改 一改再改 什么叫一改再改 26月 这事情的事发时间 是在6月24号的时候 6月24号上午的时候呢 新竹县的副县长 陈建贤出来讲说 县长是因为确诊的关系 没有办法到县长 气暴的县长 你县长不能来 你副县长告诉大家说 他是因为确诊的关系 这件事情 如果他是到日本去玩 然后你把他讲的是这个确诊 确诊的原因的话 这就是很明显的说谎 这是说谎 然后到6月24号下午的时候 县政府说呢 这个因为照片相关资讯 开始出来了 县政府在 新竹县政府在告诉大家说 这是既定行程 没有办法到场 意思就是到日本 这是既定行程 那大家看到既定行程 这件事情的时候 大家第一个时间反应是什么 大家第一个时间反应是说 那你应该是拿新竹县政府的预算 然后到日本去嘛 那你到日本去 有日本交流 你说这是公费行程也OK 可是看起来呢 这一些你自己私人的餐序的部分 你说那个像打小白球 还有日本的议员 这个总没有日本其他的议员在里面了吧 这看起来好像是自己的场合嘛 所以当时这件事情被踢爆之后呢 当然新竹县有很多人看来就很生气 为什么 觉得气爆的时候 你现场没有在现场 现场没有在现场 你还说谎话 你还告诉大家说你确诊 就确诊讲完了之后呢 这看到这个吃饭的行程呢 大家看来觉得更生气嘛 因为这看起来是你私人的吃喝玩乐嘛 然后所以6月25号的时候 杨文科自己在告诉大家说 这是办公务的私人行程 他说这个叫什么 他说这个是另外一种 他自己有自费一部分 办公务的行程 所以他一讲完之后呢 其实对新竹县明来 是对于竹北人来讲 就觉得你讲话前后颠三倒四 你的话一改再改 那我到底要相信哪一个 而且眼前要看的是 你这个气爆的现场的处理方式 显然就是有问题的 那重要就像我刚刚所讲的 一般的竹北人更关心的是 请问除了这个管线 在这边有气爆之外 新竹竹北的其他地方的 瓦斯管线有没有问题 现在新竹有很多重化区的地方 大家在担心这件事情 重化区的瓦斯管线安排 有没有问题 会不会以后出现类似的事情 包括像新竹我讲 那天坑事件一样 因为其他建商在盖房子 结果这个地方的 它下面的土质可能流失 流失了之后呢 上面就摊邦 摊邦了之后 本来停的车子呢 它就直接掉到这坑里面来 这个是竹北现在的状况 可是面对这些事情 好像没有看到新竹县政府 在这边拿出一个通盘的检讨出来 所以这里面潜在的危机问题 会比想象中来得多 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呢 在这个情况之下 当你不把事情讲清楚 还说谎的时候呢 民众对你的质疑 当然就越来越多 怎么办